我順便要藉這個媒體 要跟大家說 同性戀沒有列為醫學疾病 我們到現在還是三不五時 有時候會被一些家長 把爸爸媽媽 就是說帶著小孩子來說 我這小孩子是同性戀 請你能不能幫我幫他變一下 給他洗腦一下 讓他變成異性戀 我常常跟他說 其實在醫學上面 因為雖然是一個人 雖然我們現在所放眼的調查裡面 100格子裡面 差不多同性戀是25% 異性戀嗎 異性戀是75%左右 這是大概一個平均值 但是並不等同說 因為是少數的人 他就叫有疾病 沒有 所以這不是疾病 不是疾病 這是腦子的結構 因為我們這個性有五個層次 我第一層跟第二層 在目前腦科學概念來講 它是不能動搖的 所以第一層就是 像剛剛您在圖上的那種 以及我們在座這兩位嘉賓 他的第一層就是 我覺得我自己是男生還是女生 這個是第一層的問題 第二層的問題是 我喜歡是同性別的 還是喜歡不同性別的 這是第二層 這都在白胎期決定的 所以千萬包括爸爸媽媽 也不要都怨怪說 我們也常常問到 很多爸爸媽媽 譬如說 他的小孩如果是同性戀 甚至想要變性的 他們就開始說互相責怪 像你小時候 要叫他算洋娃娃娃 算得便宜要娃娃 那都不然又學不會 說不然就對了 對 這些東西你的腦袋 就放在19世紀18世紀前 我們剛剛那張圖板裡面 顯示得很清楚 第六到第八週的時候 你真的原因有很多的探討 但是不是去責怪誰的問題 比如說我們今天 以他們兩位來講 他們如果在我們臨床 他們會輸 他們兩位其實是想要 變性的人 合併的同性戀 這個其實是很比較奧妙的 所以你馬上定義的就對了 我先這樣說 台灣社會有時候很多觀念 還留在很原早以前 德國是不是其實你們還滿嚮往的 就是說德國對於這個 同性戀的一個教育方法 就值得台灣學習對不對 其實德國在他 就是幼稚園的教材裡面 就已經有在講說 兩個爸爸的家庭是怎麼樣 不同的家庭是怎麼樣 不同的家庭樣貌 他在幼稚園的課本 他上面已經有了 就他就直接很直白這樣講 然後就是台灣的一些網友 他都會講說 德國很好怎麼樣 那台灣的教育單位在哪裡 那你為什麼 那德國他們既然這麼進步的國家 他都願意把這些放在我們教材 那台灣的教育部你們在幹嘛 因為我們說 教育要走在人民的前面 而不是像現在台灣教育都走在人民的後面 那這樣你根本不會帶動社會進步 我在想 就是說 你在這個從理解認知到自己跟別人不一樣 一直到真正決定踏出內部 那個可不可以講 那個給其他的朋友們一些參考 你覺得什麼東西是最重要的 當你開始懷疑自己的時候 有沒有什麼樣的一個堅定的信念 要告訴其他這樣的朋友 做自己就是對啦 就是這樣 就是做自己 就是要相信自己 然後多一點訊息 多看一點東西 不要覺得自己是不是 我覺得就是社會 我們台灣的社會 有更大的包容力 我們沒有說 我們除了說男女 不必要做的 有甚麼一斤 就是… 有甚麼事 就是這樣 要吃